歡迎來到 懷石生活事實上 今天已經來了一個比較 濕濕涼涼的天氣 尤其中部以北地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感受比較明顯 的確其實因為受到 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今天一整天在這個北台灣地區 都會覺得溫度比較低 而且還都有降雨 提醒大家將你的狀況 到了明天會變得更明顯一些 我們從雨區暴圖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其實今天在整個東北部地區 基隆北海岸還有在宜蘭 都有降雨 而且雨下的蠻大了 到了明天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在接近花蓮的地方 也會陸陸續續出現 一些短暫的降雨 而且在剛剛上述包含像是 基隆北海岸跟宜蘭地區 更要注意這雨時會下的比較大 甚至有機會來到 這個豪雨等級的 而且因為受到這個東北季風 再加上這個水氣的狀況很不錯 所以在玉山也不排除 有機會降下今年的第一場雪了 其實未來這一整個禮拜 都是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明天剛剛我們有提到 這個北台灣地區要防範的 就是會下比較大的雨 而到了週三到週五這段期間 其實雨還是會下 不過會稍微有一點點趨緩 但是還是要注意的 另外整體來說 這個天氣也是比較濕涼的 尤其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週五還有週六的清晨 這個預計最低溫 在市區是有機會來到15度的 沿海空曠地區更冷凉了 有可能會來到13 14度左右 會覺得真的比較冷一些 不過這個雨勢從週日之後 也會慢慢趨緩下來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來看北部地區了 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 都會有降雨高溫的部分 來到22度比較涼一些 而陶雲明天會有降雨 新竹跟苗栗則是晴到多雲 高溫還有機會來到25度 台中 彰化跟南投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18到28度 這也溫差大 另外在雲林 嘉義跟台南 同樣是晴到多雲 溫度是17到27度 至於在高雄跟屏東 明天一樣是晴朗的天氣 溫度是19到28度 好 往東不走 在宜蘭跟花蓮要注意會有降雨 台東是晴到多雲 高溫來到25度 至於在外島地區的部分 明天馬祖會有降雨 金門多雲 澎湖是晴到多雲溫度是21到24度 好的 馬上帶著大家一塊來關心 網友今天對於天氣方面有什麼樣子的提問 有人問說高雄柏二這一兩天天氣狀況是怎麼樣 還不錯嗎 預計這一整週在高雄天氣狀況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還有人問說禮拜四要去釣魚 這個風浪會很大嗎 地形大街外的這一整個禮拜風浪的確都是比較大的 還有這禮拜會冷多久會降雨嗎 預計到下個禮拜一之前都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的天氣 所以都還是比較濕濕涼涼的天氣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囉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